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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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我們今天上半節會先談一下 ETF 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這個市場 為什麼要講 因為你的股票不漲就是ETF 這有關係的 我不是偏見 我是跟你講真的 因為如果只是一天兩天 我不會下這個結論 但是如果已經是一兩個禮拜了 其實 我也早就跟你提醒了 我們看這裡 因為1700億太多 很多錢 大概就是 我們先釐清一個觀念 就是說 00939 統一這一家 這家00939的ETF 就是被動型基金的ETF 它是在3月初募集的 3月1號到3月5號 如果記得沒有錯的話 3月8號成立 成立那一天就可以買 募集期間 開募期間當然就 資金的沒有到位 當然就沒有所謂買不買的問題 那你報請 報金管會報請成立 募集五天 然後經過一個禮拜六禮拜天 募集成功成立 那一天開始可以買 買到上市 買到上市 對不對 那過程當中 它怎麼買 由經理人決定 它上市是4月20號 對不對 就是這裡 就是00939比較不重要 因為它500多億 都已經用光了 大概這個都沒有 那些成分股 就不用再討論了 因為那些成分股 大概就是整理了 它的募集期間 它一募集 它沒有錢它不會買 有錢它會買 但是所謂的投信 不是只有00939 投信有 主動型的投信有150家 150檔 主動型 投信有39家投信 發行了150檔 受益憑證基金 受益基金 主動型就是 主動型就是主動型 就一般的 你要跟投信購買 那個主動型的 那ETF是被動型的 它可以掛牌 主動型沒有 你要直接用這個 用跟那個投信 直接購買 跟他們升購 你了解嗎 它拿到資金之後 對不對 它可以買 對不對 那你會覺得 老實說那這樣買 買到它 它3月20號 它這個 3月20號上市 那難道這些都是 00939買的嗎 難道這些都是 00939 這邊有 我跟你講 我先做一個結論 就是從3月18號 19號開始 3月18號開始 這一天開始 這是 00940可以買 那這邊 這邊你看到 如果說這邊買超 你把它算出來 這邊買超 那邊的買超 假設全部都是00939的 你加起來也不到500多億 因為00939將近600億 後來有追目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不出 因為我所謂的投信 是所有投信加總 所以一定有人賣出來 有其他投信賣出來 有人買進來 那買進來也不見的是 全部00939買的 也有可能其他的主動型基金買的 或者是其他的被動型基金買的 但是基本上不會買太多 因為其他的被動型基金 他除非有追加申購 不然他沒有錢買 他就會停在那邊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投資朋友 比較關係的不是00939 因為我們從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表示00939 你會誤以為說 你在市場裡面的買超會看到 你看不到的 因為這邊的所謂的投信的買超 不是一家投信 是所有39家投信的買賣超 加總起來的 那就算是其他投信都沒有動作 那在3月20號掛牌以前 對不對 3月20號00932掛牌以前 你不能假設全部都是00939 假設你不能全部假設是00939買的 從這邊開始往前推 所以 因為從3月18號開始 20號00939上市 18號開始00940可以買股票 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樣好了 很多人說 00940明天最後一天 或是這兩天 他會買1000多億 沒有概念 完全就是亂拆 沒有概念 完全沒有概念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你這邊你加總起來絕對不會 我可以跟你講 講一個最簡單的就好了 這兩家ETF對不對 一家1752億 一家增購已經快到600億了 剛開始成立是531億 或者到580幾億 這兩天有沒有增加我沒有查 不知道 那這樣加起來的話就 比如說600億再加上1700億 那2300億你加起來到明天為止 你絕對加起來不會到2300億 因為從3月18號到昨天為止 這邊也不夠才1050億 那今天加200多億 今天加200多億買超 就算全部都00940買的 其他人都沒動作 也現在也才1000 不到1300億 那不到1300億對不對 然後加上上櫃 上櫃你要算喔 就是我剛剛講的所謂的多少錢 1050億 連上櫃都還算 因為上櫃裡面有 像這檔就是上櫃 這個也是上櫃 對不對 這兩個比較標準 對不對 所以你會認為說明天 投信的買超會 1000億或是500億 你想太多了 今天200多億算多了 你看到這樣算多了 因為他們 那他們怎麼買呢 投信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指數在漲的時候 如果指數在漲 比如說那些成分股大漲的時候 成分股那些 如果那當天大漲 通常投信也不會什麼買 不會買很多 00940也不會買很多 你有沒有發現 那像昨天不是盤中有打下來 今天也有打下來 投信的買超就增加了 為什麼會這樣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在提及裡面有跟各位講過 00940有規定 自己規定 不是我們規定 例如說這家公司就沒有規定 這家公司專門做標股的 它是中小型股的 它裡面的說明書裡面 它沒有規定要買低 它是直接用追的 最常識股的 操作的手法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之前這家公司賺很多錢 因為都拿到標股 這一家都拿標股 它喜歡做中小型股的標股的話 你就注意這一檔 這很會標 對不對 0050家那個不是標股 0050是成分股 指數成分股 最乖的股票50檔 最乖的啊 裡面大部分都台積電 你買0050等於是買台積電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要跟各位 我已經跟各位說明好多次了 說如果你要吃這個00940的成分股豆腐 你們都沒有啦 你別想吃 除非只有一招可以吃 就是回撤買 你等一下才買 例如說我買這一檔 雖然沒什麼賺錢 可是我是回撤才買的 我買這裡 430塊半 而是投信又怎麼又賣掉呢 我已經跟你講過 投信有150家主動型基金 被動型基金也有50幾家 所以這裡面的買超跟賣超跟00940 沒有關係 沒有完全相關 不要弄錯了 也不要說他們怎麼又賣掉呢 這不是0090賣的啊 因為他沒有資格賣啊 他只能夠買而已啊 那他買的話 他是不是一定要追高上去 那你錯了 你以為這邊是00940買的嗎 不一定 有的是其他投信搭轎 主動型基金搭轎上去的 我在tc裡面有講過 誰會搭轎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我們講00940教 009403月11號到15號目擊 開幕 那在3月11號到3月15號之前 早就已經公佈那10檔成分股 是不是早就公佈了 比如說他3月11號 我就用這樣的股票來講 3月11號開幕 他這天開幕 開幕就是開始跟投資朋友申購嘛 投資朋友可以申購嘛 他是成分股啊 或者是你6176 就是我拿這檔股票 因為這檔股票是我買的 我買430.5 你在申購的當天11號 申購這一天開幕 可是元大早就公佈了 元大投信早就公佈那10檔 他不是在3月11號公佈 市場每一個人都知道 他有這檔成分股 市場每一個人都知道這檔成分股 都知道啊 都知道這檔成分股 3月11號在這裡 可是他股票價格是3月11號才會漲嗎 你認為會這樣嗎 他不是就公佈嗎 所以這裡誰把它買上去的 是你 沒有別人 你啦 你也是一個 然後呢 比如說一些的機構法人 所謂機構法人就是銀行 銀行也可以做股票 大型銀行小銀行都可以做股票 售險基金 售險也可以做 售險公司 就是所謂的機構法人 外資 外資 還有其他投信 還有大戶 中石戶 小戶 散戶 這裡的上漲跟00940沒有關係 完全無關 那你上來以後 你開始募集的時候 3月11號開始 你這兩天還衝出去 你覺得那個經理人他會買嗎 他一定不會買的 因為他有規定 我在這邊有講 他有規定 因為他自己規定的 不是我們規定的 每一家投信他的規定不一樣 他就說他用巴菲特的方法 所以第一條 規定第一條 不買貴 貴的不能買 所以他一定不會買這個 他一定不會在這邊買 因為他不買貴 我知道啊 所以我一直為什麼警告各位 不能去追這些股票 因為他會用約定的價格成交 他不會在市場裡面買 除非你有跌下來 除非你有跌下來 他才會出手就對了 他會想盡各種辦法 不買高不買貴 他用很多方法 而且元大投信是一家 非常大的公司 你也知道 他們是很有經驗的 不要小看他們 我跟你講投信跟投信之間 可以買賣股票 可以用約定價 投信跟外資之間 投信跟自營商之間 都可以很複雜的 別家投信跟自己投信 都可以的啦 老師為什麼可以這樣 就是可以啦 我不是跟你講過的 MSCI每三個月都表演一次給你看 你還不相信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現場 貫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環對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績效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貫通國際 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諮詢專線 02 7725 9668 貫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 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環對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績效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貫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諮詢專線 02 7725 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好的 我回到節目先 那我下半節就要講 AI相關股下週才會漲 比如說 老師 那你為什麼要一直講 最近這一兩個禮拜都要講這個 沒有辦法 因為這些股票影響到 AI相關供應鏈 也影響到其他的股票 AI相關供應鏈股太多 太複雜 太龐大 這會受到影響 那你說老師 那重電股呢 因為重電股才沒有幾檔 那些主力的話 他們要拉要打隨便他們 或者是 他股票像最近的這些軍工股票 那些都輕薄 比較輕薄的 股本很小 你也影響不到他們 你懂我意思嗎 不是完全 不是完全所有市場裡面買賣 都集中在這些成分股 因為他們搶過太多的熱度 不管是當衝貿課短線課 那甚至有些法人乾脆就不做啦 為什麼不做 因為很煩 他也不想幫人家追高 那幹嘛要跟人家起哄 很多投資朋友 最後也是這兩個禮拜 也不想做股票 因為值得很煩 因為已經下禮拜要 要開始要掛牌了 我才會把這個講清楚一點 那你說老師這兩個禮拜 AI相關公司不會漲一漲也沒有用 他還是會跌啊 因為沒有錢他就會跌啊 我就跟你講 用這檔股票為例就好了 這不是他好還是不好的問題 就是沒有錢就是沒有錢 沒有人氣就是沒有人氣 那你這樣法人沒有什麼買賣的情況之下 那有些人就會襲擊就會當衝 就會放空當衝 先賣後買 或者是先買後賣扛不起來 最後要 最後不得賣掉 尾盤又打下來 以四星為例就好了 很少有股票可以抵抗的啊 今天廣達為什麼可以這麼強 你看廣達的整理角度 是不是跟他們不太一樣 這邊的整理看這邊都沒有跌過 雖然也沒有漲 但是都沒有跌 他的整理角度跟四星有一樣嗎 一樣是AI相關公司面 他是頻頻破底 心情不好就破對 或者是這個也一樣 這個也一樣 這些都是一樣 這支不去 這支也不用想要去 這支也不用想要去 我告訴你 但是他不一定 因為他會跟著廣達 因為他不是IC設計股 他是組裝廠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今天這一檔股票 他最後可以跟廣達一樣拉起來 尤其是廣達跑上來 因為廣達這幾天整理是因為 都讓給鴻海再漲 鴻海也是AI相關公益面 我所謂的下週才會漲 不能不是講鴻海啊 鴻海已經三年沒漲了 你讓它漲一下 你漲到一兩百塊都不夠分 我是跟你講真的 不要去忌妒鴻海的上漲 你讓它漲 雖然我們沒有操作 我還是跟你講實話 它叫補漲 那鴻海補漲 當然有些其他的鴻海相關股票 也會跟漲 但是你也不要理 你也不一定要理會那些股票 真正人家要買的是鴻海 不是那些雜七雜八的人 我跟你講 那些集團股跟鴻海 他們又不是AI相關股票 人家是在漲這個 那你看鴻海 鴻海一直漲 對不對 鴻海一直漲 它不是做Server 做組裝 對不對 相關股票 你可以知道 鴻海老闆自己有說 對不對 鴻海蓋 他幾減這種的也幾減到人家蓋 對不對 幾減 這支也是幾減 這支是怎麼今天落下來 換中補跌以後到季節能夠再拉尾盤上來 這個也都是被 沒辦法 因為被人氣 因為沒有人氣 因為相關公眾都沒有人氣 它只好回下來 它只要回下來 對不對 打到2100塊 這些股票 你不要跟我講基本面 我跟你講 那個成分股 你沒有一個人在跟你講基本面的 它被選上就被選上了 哪有什麼基本面好不好的問題 就選上了 沒有被選上了 燃造基本面就很爛嗎 不是這樣講 你懂我意思嗎 而且我也可以跟你確定一定事情 你不要看那個全值 全時代的全值 那不會一樣 公佈到時候 到時候4月1號公佈以後 都不一樣 那全值都會改變 就像009、39也是一樣 都改變了 因為它價格在漲 它的比例會降低 它會調整 經理人有全力調整 例如說你看到這個的權重 跟這個的權重 到時候你公佈出來都不一樣 都不會一樣 跟你看到現在目前前十大 到時候你4月1號看到前十大 搞不好都會改變 全值都不會一樣 全重都不一樣 不要太快意思 但是你這些股票 你可以做短線而已 我不認為 你要注意我有一個重點 當4月1號掛牌以後 頭信沒有錢買了 00940就沒有錢了 它最多可以擺了百分之十的資金 最多 它也可以不保留 它也可以用期貨避險 它要怎麼買 由經理人決定 但是它錢如果用光了以後 沒有新的升購的話 那些股票的買盤就會停在那邊 比如說它買了買這個 你以為說4月1號以後 它會持續買 你吃比較壞 因為它就買 它如果就買完了 它就沒有錢再買 就沒有錢再買這個 因為它要有錢 不然你跟它升購 你跟它升購好幾百億 它就有錢了 你沒有跟它升購 它不能買 它就沒有錢買 你懂我意思嗎 就好像00929 919 那些成分股 它們調整的速度就很慢 因為它們沒有錢 除非你又跟00919跟929升購 不然它沒有錢買 那你市場裡面的買賣 那都不算升購 那不算規模 我已經講過 跟各位解釋過好幾次 市場裡面買賣 那個都不算 那你怎麼買賣 都不會影響到規模 就好像你買賣股票 你怎麼買賣 都不會影響到股本一樣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說為什麼我要 我不能夠在這邊買 我要在這邊買 或者是這個 我們要買1120 或者是我們這個要買51塊 你要跌下來我們才買 這個是 這三檔股票雖然沒什麼漲 但是我就是做給你看 就是我三組會員裡面 各買一檔這種股票 就是這成分股 那你說老師這個是以前買的 這個的這檔股票是以前買的 以前買的 41塊左右買的 今天有除息嘛 神達跟神機的兩檔都有除息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投資朋友你如果猜測說 你要吃他豆腐明天會拉尾盤 你想太多了 不要被壓尾盤就不錯了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原大00940有規定 我這邊有講 公開說明書有講 我有貼出來 不允許追高 不買貴 所以你別想讓他追 他不會追 他會想盡辦法買到便利貨 這樣對這種升購的人才公平 不然你一掛牌就破發還得了 如果說 如果說這兩個禮拜他都去買貴的 那一開始就馬上破發 就跟那個00939一樣 那不是很難看嗎 就破發就15塊就跌下來 他就破發那10塊錢就麻煩 對不對 沒有在驗頭 00939那時候是 那時候他也不得不買 沒有辦法 你也不能怪他們 對不對 但是00940看到00939這樣的話 他不會中計了 他不會追 他會想盡辦法在市場裡面買賣 用約定的價錢 所以你如果想說明天會 他們會大買超 你可能想太多了 我也不能夠預測他一定會怎麼樣 因為這個裡面 到底他今天買 真正他們00940買了多少 我們也不知道 他也不會跟我們講 但是他剩下的當然要買到1500億嘛 1700多億要買到1500多億 那是規定的啊 搞不好他已經買了1500億 我們也不知道 你知道我也是嗎 但是我為什麼要講那麼清楚 因為 就是因為這個ETF這成分股 大概在市場裡面 興風作浪大概兩個禮拜 所以我們真的也不好操作 所以AI相關供應鏈會跌 大概也受非常大的影響 也念在這裡 那這樣也好啊 那表示股票便宜的啊 不是更便宜 他在這個距離高點越來越遠了 未來預期報酬率不是越來越大的嘛 你要把事情要往好的地方想 你懂我意思嗎 我用世青的歷史來講 讓你知道 而不是用廣達的歷史來讓你看 沒有廣達他就又快創新高了 創破斷高點 但是世青像這種股票帶頭的 很多股票都漲得像他一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也都很清楚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AI相關供應鏈下週才會漲 但是現在是佈局時間了 對不對 那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你看事情要看遠一點 不是看今天跟昨天 要看今天跟明天 後天 要看未來 你不懂得怎麼操作 跟著我操作 要解我意思嗎 交流好友 Telegram 193008 超級大贏家 我想這個 我希望我這樣講你可以接受 我不是偏見 我沒有偏見 我對ETF這種操作沒有偏見 我也鼓勵你去長期投資 ETF但是你要繞他短線 價差 你們都沒有 你別想那麼多 你別想人家賺快錢 那那ETF那些都是辛苦錢 人家那些以前買的人都是 抱了很久很久好幾年才上來的 你要搞清楚狀況 你想要賺快錢 沒有啦 但是成分股是可以操作 操作短線而已 了解我意思嗎 那成分股下禮拜就很不容易再漲了 我講得已經很清楚了 因為錢都買完了就沒有錢了 那我們今天要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明天見